大家好,欢迎回到慢慢谈理财频道 前两期视频我们分享了两个个股 一个是港股的仪卡,一个是美股的一仙电商 今天我们换换口味 详解最近的ARK年度报告Big Ideas 2021 如果你们喜欢关于投资和理财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的内容包括个股分析 基金分析,市场讨论 理财和投资的相关知识 以后慢慢还会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投资理财心得 上周二,ARK Invest推出了2021年的重磅年度报告 Big Ideas 2021 ARK从17年开始 每年推出这样一份重量级报告 展望在未来5到10年会有飞跃性创新的行业 今天呢,慢慢带大家一起品读Big Ideas 2021 慢慢自己花了两个多小时研读ARK的大作 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功课 由于内容很丰富,一期视频实在讲不完 所以分成两期 在这期视频和下期视频给大家画重点 详解最重要的部分 最后慢慢也会分享自己对这份报告的总体感受 希望你能看到最后哦 首先在介绍这部分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ARK的投资理念 把自己定义在成长型投资者 专注创新类公司 与大众看法不同的是 ARK不仅仅投资科技公司 而是sector和industry agnostic 他们的投资是不受行业和领域限制的 而且覆盖全球市场 ARK也把投资创新的风险很明确地表达在这里 比如发生变化的速度 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知道的东西 监管的风险 来自政治和法律的压力 竞争环境等等 2021年这个报告向我们介绍了 ARK相信的15个 未来会迎来飞跃式创新的行业 我们一个一个来研读 第一个领域是深度学习 这里讲到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种 是不用人工编写代码 而是用机器编写代码写软件 让软件编程成为一个自动的过程 ARK的研究显示 深度学习能在未来15到20年 给全球股权市场 带来超过30万亿美金的增长 这张图显示了深度学习 是软件2.0的新阶段 从2000年初开始 互联网让软件普及 从2012年开始 深度学习这个概念 开始了软件2.0的年代 2020年深度学习让数据直接写代码 应用领域包括搜索 社交媒体和视频推荐等等 二个对未来的展望是 深度学习会促使新一代计算平台的产生 应用曝光包括各种consumer apps 像这里提到的抖音 还包括可对话的电脑和自动驾驶汽车 深度学习对计算能力要求很大 尽管人工智能训练的费用 以每年37%的速度在下降 深度学习还促成了AI芯片的兴起 ARK预计 未来5年 AI芯片会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长 AI从视觉发展到了语言 就是人工智能可以理解并推测语言 2020年是语言人工智能 重要的突破性一年 GPT3 慢慢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技术词语的意思 它的英文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3 它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 生成型与训练变换模型3 目的是为了使用深度学习分类 或产生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语言 GPT3这个技术呢 是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训练与开发的 模型基于谷歌开发的变换语言模型 GPT3模型可以把干涩枯燥的法律文书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 它还可以写邮件 设计网页 用不同语言写代码 翻译语言等等等等 好神奇 ARK预计 深度学习产生的经济价值 可能会超越互联网 未来十几年会以17%的增速 从2020年的2万亿市值 增长到30万亿美金 第二个领域 是数据中心的再发明 数据中心在计算能力 大幅度发展的几十年里 自己也在经历革新 在处理器上 Intel以前有90%的市场份额 现在在被瓜分 被更便宜更快 更有效率的处理器代替 在云计算领域 ARM RISC和GPU会成为新一代处理器 ARK预测这些技术带来的收入 会以45%的增速 涨到2023年的190亿美金 新设计和架构 会每几十年重新创造数据中心 Intel处理器的X86技术 在PC领域统治了几十年 今天 ARM处理器在移动领域的 大规模发展 在冲击Intel ARM架构 就是Advanced Risk Machines 是Risk的一种 这个是很技术哈 曼曼同学是技术小白 所以也特意搜索了 一下Wikipedia给大家来解释 ARK预测 ARM和Risk5 在服务器市场的份额 会从2020年的0 增长到2030年的71% 听起来Intel的生意 真的很危险了 这张图更加直观地 解释了Intel这些年的滞后 包括在5纳米的产品上 已经落后台积电 整整一代技术 苹果电脑 已经计划在未来两年 把所有的Mac的芯片 从X86架构 转移到ARM 微软也在ARM处理器上 做努力 ARK的研究表示 到2030年 大部分个人电脑 都会用ARM架构的 中央处理器 Intel的时代 到时就结束了 在云计算上 公用云 在2020年的收入 达到1400亿美金 亚马逊的AWS 在2020年 研发了自己的ARM CPU 以降低对 Intel和AMD的依赖 今后 AWS可能会把所有服务器 转移到ARM架构的处理器 到2030年 ARK预测 ARM和Risk 会变成主流处理器 ARK预测 加速器 会取代CPU 成为计算引擎的主力 加速器包括GPU 就是显示处理器 也可以称为显卡等等 ARK认为 Intel的X86架构 未来会在云计算 年代被取代 加速器 以GPU为主导 会以每年21%的速度 增长到 2030年的410亿美金 第三个领域 是虚拟世界 这里包括游戏 AR VR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 这个领域的增长率 会达到17% 在游戏领域 ARK预测到2025年 游戏中的消费 会达到游戏总收入的95% 这个暂比 在过去十几年 稳步上升 2010年只占比20% 而游戏收入的80% 来自于对游戏的购买 ARK预测 游戏的变现 会持续增长 Economic power 正在从游戏开发者 转移到消费者 游戏将会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 第三个地点 ARK预测 打游戏的平均时间 会从现在的每天1.1小时 到每天的1.5小时 游戏内的消费 会以每年21%的增速增长 到2025年达到3500亿美金 AR增强现实 会实现规模性的成长 几个科技巨头 近一年一直在AR领域投资 到2030年 ARK预测 AR市场 会实现从今天10亿美金 暴增到2030年的1300亿美金 虚拟现实也会有大幅度的发展 VR的花销一直在降低 ARK推测 可穿戴的VR产品 可能在2030年达到普及 到时的价格会降到2000美金以下 ARK预测 到2025年 将近4000美金的收入 可能会来于新女世界 尤其VR AR市场 未来5年增速会达到59% 第四个领域是数字钱包 这部分讨论很有意思 也提到了我们之前分析过的Square ARK预计数字钱包的市场 是4万6千亿之大 像万某Square的CashUp 这样的数字钱包会越来越普及 而他们提供的服务 会涉及到传统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移动支付达到了2.5倍的GDP 可见国内金融科技和移动支付 引领全球 数字钱包也是个全球现象 欧洲有Revolute N26 非洲有Chipper 中国有支付宝 微信支付 东南亚有Grab 印度有PayTM 南美有NewBank等等 在美国除了CashUp和Vanmo 还有Chime Robinhood SoFi等等 在美国 数字钱包用户 现在已经超越了 很多传统银行的开户者 Square的CashUp和PayPal的Vanmo 各自有6千万活跃用户 都是在过去10年内开始积累的 摩根大通花了30多年时间 也有将近6千万账户 而且这期间 还合并了其他几家银行 数字钱包可以花很少的费用 赢得客户 传统银行因为有线下的盲点 一般要花1000美金 才能获得新客户 相比之下 数字钱包只需要花费20美金 因为大家有互相推荐 和支付的生态圈 银行盲点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 而且应用的效率却越来越低 传统银行还面临其他的风险 比如这些电子钱包的APP 越来越多的允许用户借贷 抢了银行的生意 用Square PayPal这种APP借贷 尤其是小额贷款很方便 如果到了成熟阶段 每个电子钱包的用户价值高达2万美金 目前这个数字还很低 这个高价值呢 将来会源于支付 保险 个人借贷 房贷 储蓄 交易 线上线下购物等等 ARK的研究表示 如果到2025年 美国有2亿3千万的数字钱包用户 每个用户达到2万美金的价值 那么这个市场高达4万6千亿 是个很广阔的市场 第五和第六个行业都是关于比特币的 首先 ARK看好比特币的基本面 ARK的研究显示 相比2017年的比特币热潮 过去一年 虽然价格创了新高 但是价格的增长跟基本面更相关 因为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 更相信比特币的基本面 如果标普500所有公司 都用他们的现金的1%来买比特币 那么ARK估计 比特币的价格会再上升400美金 这是个很大胆的预测 这张图显示过去2020年 一些比特币的大事件 比如5月份 著名的投资人Paul Twitter Jones 透露自己的比特币投资 7月份 美国的OCC这个机构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允许联邦备案的银行 为数字货币提供托管服务 Square 10月份投资了 当时价值5000万的比特币 后来PayPal也在自己的平台上推出 数字货币的交易服务 数据显示 有近60%的比特币 在过去一年内没有移动 显示了比特币持有者的长期性 比特币的市场和投资者 也越来越成熟 这里衡量的是 已实现的市值 就是早期投资者 卖出套现之后 新入场的投资者 入手的成本价值 这个数字在本部升高 用Google Trend来看 虽然过去一年里比特币价格到了新高 但是Hype没有17年那时火爆 目前比特币在Google搜索的频率 只有上次峰值了15% ARK也预测 由于大家对比特币的接受率增高 另一个数字货币 Ethereum也可能掀起金融实验的新浪潮 这里Ether网络的作用 是实现了decentralized finance 分散化金融 ARK也提到 比特币可以成为公司现金持有的一部分 Square和Microstrategy这个两个公司 都用他们在balance sheet的现金 投资了一些比特币 其他上市公司也有可能加入这个行列 第六项还是关于比特币 是讨论机构投资者以后可能更多的持有数字货币 ARK的论点是 随着比特币的日益成熟 机构投资者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新的资产类别 asset class 专门配置比特币的投资 ARK的分析显示 比特币的网络市值可能从5000亿 扩张到未来的1万亿 甚至5万亿 这都在未来的5到10年中 比特币的可接受度和信誉度一直在提升 除了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逐渐接受 机构投资者 比如各大资产管理公司 退休金 学校和非盈利的捐赠基金 保险公司 国家主权基金 还有上市公司 都在逐步接受比特币 最近有报道称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 Endowments都在近期买入了比特币 ARK相信 比特币值得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性配置 可以看到 比特币作为一个资产类别 跟其他asset classes的相关性都很低 现在比特币的交易量 已经和几个大公司的股票类似 在17年最高峰值达到了每天80亿的交易量 这个数字和苹果Square股票的交易量差不多 机构投资者可以用更加复杂的方式 参与比特币的投资 比如用期货交易 而不是单一的从市场买入比特币 ARK对配置比特币做了一个Monticolor模拟 结论显示 比特币的配置比例 在2.55%到6.55%之间最合适 2.55%是最小波动性的比例 6.55%是最大回报的比例 ARK推测 机构投资者这些小比例的配置 会让比特币的价值继续增高 20万到50万美金不等 报告的第七部分是讲电动汽车 ARK认为电动汽车的销售会大幅度的加速 电动汽车每辆车的价钱 已经和燃油车差不多了 而且现在电动汽车里面的领导者 在电池设计上已经越来越创新 使汽车可以在低消耗续航更远 ARK预测电动汽车销售可能会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 实现20倍的飞跃发展 这个假设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传统汽车制造商是否能够成功地转型到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无人驾驶 可以看到就算在有疫情的影响下 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仍然在去年增长了33% 燃油车的销量在全球下降了15% 数据分析电池的成本会降低28% 这个电池成本的下降对电动汽车的单价有很大的影响 以至于能和燃油车的单价相差无几 以丰田凯美瑞汽车为例 19年丰田凯美瑞每辆汽车平均24000美金 而平均每辆电动汽车的标价在5万美金 到了2023年 ARK估计普通电动汽车就可以和丰田凯美瑞的价格持平了 除了成本 电动汽车还在续航里程和汽车表现上互相竞争 比如说这张图就显示了续航 还有从0到60麦每小时加速这个表现 可以看到特斯拉的Model 3 还有蔚来汽车的EC6 都是在续航和加速表现非常好的两款汽车 与燃油车不相上下 电池设计和密度也会让电动汽车 在更低的成本下实现更远的续航 如果传统汽车制造商可以克服困难 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可能会增加近20倍 从2020年的220万辆到2025年的4000万辆 这5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82% 关于ARK的2021年Big Ideas报告解读的上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是不是有种刚刚经历头脑风暴的感觉 ARK的分析很硬核 数据和推测很多 真是知识量大 曼曼自己也学到了不少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下期我们会继续研读报告的下半部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析 欢迎你订阅妈妈的频道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